台東縣政府文化處舉辦了 民權禮日式宿舍群導覽員培訓 課程日前結業了 結業典禮上由新銳的導覽員親自上陣 學員們紛紛拿出創意 融入了服裝 道具還有表演 帶來精彩的導覽 所以這就是我們大家聚會 可以帶大家一家人主要聚會 祭祀的地方 所以我來為我們大家來 我唱一條歌大家聽 身著原住民族服飾拿起吉他 唱出關於台東的歌謠開啟導覽時光 台東縣文化處以民權禮日式宿舍群為主體 開辦訓練課程培育導覽人才 日前於結業典禮上 每位學員需通過實際導覽方可結業 命題收散即將完工 未提升軟體內涵 縣府開辦36小時歷史相關課程 後續也將進行進階課程辦理 預計明年底13棟都完工 但是更重要的是 經營的內涵跟軟體 所以我們同步進行 硬體的修繕 在進行當中 我們已經開始在培養志工 第一個階段出街的培訓 36個小時 我們請了很多對日式宿舍 木造建築懂的學者專家來上課 經過36個小時的培訓 全部上完課的有12位 那這12位都取得初階的導覽志工的資格 那後續我們會做精進跟再教育 就是更好的更專精的課程帶給他們 那我們相信在明年底完工之後 不管是任何人來到日式宿舍園區 都會提供給他們一個知性感性兼具的一個知性之旅 面對最後實地導覽環節 學員們卯足全力發揮創意 穿起代表台東文化的原住民服 帶有日本風的服飾 更自製海報 看板與道具 就是要讓民權裡日式建築過往的生活樣貌 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民眾面前 這個地方為什麼我很愛 因為如果打開啊 電車啊 褲子在這裡說 啊來去吃下午茶耶 去吃下降耶 自製仿造榻榻米道具與民眾互動 加深民眾對歷史知識的印象 好 然後他們一定是踢 釘 釘制形 那像這樣子的形狀 就表示 家裡可能有相似 主辦方聘請專業師資 為學員進行講評 傳授學員導覽技巧與建議 提升專業度 文化處表示 期盼藉由增進解說員專業知能 配合推動日式建築文化園區發展 記者江碧任 台同時報導